我市民举报中国交界医工局总经济师党总支部副书记王兴丽严重违法违纪 应用植物便宜收受贿赂 瞒报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生活腐化堕落 大搞全色交易 与多名女子有过不正当全色交易 违规接受老板宴请出入娱乐会所 供求私用 爱好低级趣味 隐瞒已婚室时和我同居 至我怀孕后骗我打胎 精神上对我进行摧残 言语辱骂 怀孕期间还对我施加暴女 至我一边疏懒管有了问题 咒我怀的孩子畸心 骂各种难听的话 逼我自杀多次 害我得了几重毒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曾当着警察的面 当我进了派出所 又花言敲语求我原谅 经常给我灌输什么都是我的错 我跟了他是我的福气 我要感恩 王心里给我带来的伤害 让我饱受折磨 多次举报无果 已然让我失去了活的勇气 除夕夜 我甚至吃了八十亿 安眠要在医院抢救一夜 我举报已有半年多 王心里串通鸟某 自称是王心里的领导鸟起年 以及项目部工作人员多次演戏 骗我说王心里已经辞职 已经被开除 同时寻找中间人从中砍旋 企图使我放弃举报 多次找人冒充领导给我打电话 一共举计检人员聚文清核查 严重不负责任 调查时本干按照流程 跟我见面 核实收回证据 可是突然我打核查人员的电话 就再也打不通了 也没跟我了解情况 最后给的回复也是简单应付完事 中交易共局 只能涉及党员领导干部的违纪问题 我在举报中同时间 举了王心里涉嫌知误犯罪问题 举文清一意 王心里已经离职 我们无权管推托 王心里涉嫌收回罪 举文清没有将线索移交 有权机关查处 我恳求更高层级的 集结委司法机关监察部门 进行深入调查 就我举报的容领导彻查 拿出公秘公正的处理方案 我也愿意配合将我手中所有的证据 提交给集结部门